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解放之力破除界限的考驗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奧達隊 奧達隊 為什麼用這樣的隊伍呢 因為基本上我蠻建議大家用這樣的隊伍 靠我一下要全體攻擊 不管 繼續跟各位講解 唉唷老了一隻 用這樣的隊伍的原因是因為這關卡的怪很少有CDE的怪 不是很少是根本沒有 根本沒有CDE的怪 所以 你只要用更新隊伍來講 用膜的人基本上都可以摸過去 那同CD的部分我們是用運用這個波比 用波比的方式來做一個破解 唉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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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波比的方式它可以破解這個 那個 同CD的狀況 像這兩隻同CD 基本上是沒關係 不要三隻同CD就好了 好 自定一隻 好 好 自定一隻 好 看一下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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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在 好 沒有問題的 好 打擊就是吃COMBO啦 所以COMBO數不要太誇張就好了 好不要太誇張就好了 好 像這樣就是有點小誇張 好 好 基本上第一關第二關都可以儲劑啦 目前我是一個儲滿劑的狀態了齁 所以我們可以出發啦 好 好 好 更新要怎麼搭配 這個 四個人手中卡牌去做一個 分配 好 總之建議是用更新打 好 好 因為建議 更新你放下去就是百搭的啦 中間看你怎麼塞啦 就是你要看你要打哪一隻啊 基本上我這一對的話 我這一對的話應該基本上是 欸 因為更新的關係應該是都可以打 好 除了蜜果幻獸要要一點這個 這個 爆發吧 好 我們留一下新珠 好 留新珠的目的也是在這裡齁 現在來到第四關齁 這個 就是齁 BOBBY的用處來了齁 把它湊開齁 基本上小心不要全體攻擊就不會有事了 好 又不可以吸血喔 又不可以吸血喔 欸吸血就酷酷囉 好 基本上現在CD錯開了嘛 錯開了我們再做 兩個都做攻擊的狀 攻擊的一個方式就可以了 喔非常好 我做了一個非常錯誤的示範 應該是 我想像我剛應該是應該要做什麼 應該要直接打他才對 不能用吸血的 應該是這樣是沒錯啦齁 那既然我們已經做錯誤的示範了 那 既然錯就錯到底了齁 那我們就是直接這個 開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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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雞腳好不好 雞腳 我要加木雞喔 需要木雞喔 我相信應該是不用 好 那錯誤的示範給大家參考齁 就是不要 不要用這種玩法齁 基本上會苦苦 好 為什麼我不開奧丁或者開這個 雞喔 因為我只想要帶走一隻而已 我只想要帶走一隻而已 好刺激喔 這個血量會不會太刺激了 一定要打得這麼剛好就對了 所以就算沒有撥皮齁 我們還是一樣可以一撥帶走齁 這個是示範給大家看這個我這個玩法齁 哎呀斷新豬 要這麼刺激就對了齁 這個新豬斷的狀況要看一下齁 目前我的 我的斷的狀況是還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因為我還可以再吸一次 我吸 剛剛好 我目前就是在吸第二次了齁 我們就是 安全旗艦 好 然後這時候就是做一個大的一COMBO 為什麼因為我還要除劑 能夠做多大就盡量做多大一點 好 非常好 好 留我們的新豬就可以了 好 基本上那個我不會再疊了齁 好 為什麼不要再疊了 因為 很快就要進到下一關了 所以這時候我是不做 不做疊這個 木妹的動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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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還沒死 沒死沒關係 我們盡量滿血淨下一關 進場的就是先吸再說 吸 我們吸一回合是1000多 應該是夠啦 不過我還是做一個消豬的動作 因為我懶得算 第182 有過半的血 新豬就流下來 這樣你的穩定度會比較高 整面全部都是新 所以基本上現在是不用怕GG的一個現象會發生 保險期限我開第二次 我希望把戰衣 拖稍微長一點 為什麼因為 我要穩定在他三分之一的時候表達 所以基本上現在攻擊地我盡量是控制在 不打他狀況 再把木妹除起來 哎唷喂 木妹還有三回合撐住啊 好 沒問題了 可以看到我把新豬都消掉了 因為我抓這個血量應該是差不多了 好 新豬只要再留個 一組應該就夠 一組 一組就好 這時候我們做這個 小小的一個疊豬的動作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開這個絕地縫生 一波把他帶走 一波把他帶走 這個目前是屬於一個沒帶走的狀況 算是小小的悲劇 沒關係我們只有還可以再開第二次 其實技術好的話應該是可以一波帶走的 只是我技術不好所以變兩波了 那這個尾王的話 就是只要不要遇到密果幻獸應該都是打得過 沒關係 既然遇到密果幻獸我們也是秉持著這個 就是一波爆發帶走的狀況 去處理他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開波比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蠻無聊的 技能就順便給他開下去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看看可不可以一波帶走呢 一波爆發 非常好 所以這隊基本上是通殺的一個隊伍 因為這個 跟各位報告一下因為這次是我必要的 所以我們就 那個 對 把它跳出來